这只小棕熊不停地闪躲着迎面砸来的飞蟹 旁边的母棕熊似乎在努力刨挖着什么 对于碎蟹小熊似乎更关心母熊即将挖出的东西 原来母熊一直在挖的是蜂巢 蜂巢中的蜂蜜对它来说可是难得的美味 棕熊是杂食性动物 它们会随着季节或者栖息地而改变自己的食性 棕熊交配后 公熊并不会留下养育后代 母熊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抚养幼崽 小棕熊一般会跟着母棕熊2.5到4.5年才会寻找自己的领域 一小块蜂巢对小熊来说远远不够 母熊转身继续埋头往更深处挖掘 此时蜂巢上方的石壁明显开始松动 一颗小石子的滚落让母熊心生警觉 然而他只是抬头望了望后 便又开始冒险继续挖掘蜂巢 因为身后还有个幼崽在嗷嗷待步 母熊尽可能地把前肢完全伸进树洞中 试图构到更深处的蜂巢 枯树上方再一次发出碎石警告 母熊急忙暂停挖掘 然后站起身体抬头观察 但当他回头看到小熊那期待的眼神时 母熊便决定再次铤而走险 然而他还不知道 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看自己的孩子 松动的石壁最终还是砸落了下来 最大的那块正好落在母熊的颈椎处 母熊甚至都没能挣扎一下 如雨水般的碎石吓得小熊到处躲避 等到碎石不再落下后 小熊才小心翼翼地跑到母熊身边 年幼无知的小熊并不知道 母熊已经永远地离他而去 他轻轻拍了拍 母熊却没有得到回应 当他发现巨石压在母熊身上后 小熊试图把巨石挪来 但他拼尽全力也没能挪动分号 随后小熊开始一点点地 搬动巨石边上的碎石块 可不管他再怎么努力 母熊身上的巨石依然纹丝不动 他跑到母熊身后再次拍了拍了 母熊一如之前那般安静 疲惫的小熊依偎在母熊脚边 他可能觉得母熊只是和以前那样睡着 小熊并没有显得悲伤 甚至还贴在母熊的尸体旁边 慢慢进入了梦江 睡着后小熊还是那样的好动 他绝了绝屁股 然后调整一个更舒服姿势继续入室 母熊身上的余温让他具有安全感 这看似温馨的画面却比任何时候都残酷万分 母熊为了小熊甘愿以身犯险为之密室 这份伟大的母爱让人为之动容 但动物界伟大的母爱也并费个力 有时会让人更为震惊 这两头熊狮拱着身子并排缓步前行 这是准备偷袭猎物前的举动 它们的神态 身形以及步伐都惊人的相似 显然是经历了无数次的配合才能有的默契 它们的目标是前方的两只非洲野水牛 水牛此时还没有觉察到危险 小水牛颤颤巍巍的站立着 仿佛随时都可能倒下 还没有脱掉旗带 表明了它刚出生不久 孩子的成功降生让母牛一时间放松了警惕 也忘记了大自然的残酷 正当母牛欣喜之时 早已隐蔽在草丛中的熊狮突然窜出 水牛下意识地逃跑 然而紧跑两步就毫不犹豫地转头与熊狮对峙 因为它看到了自己孩子 它要用自己的身体给孩子筑起一道墙 可刚分娩完的身体太过虚弱 母牛瞬间就被其中一只熊狮轻松锁后 另一只熊狮趁机扑到母牛的后背 母牛的拼命挣扎显得那样的微不足道 最后只能沦为狮子的食物 面对两只熊狮合力为杀 母牛刚开始也许能有逃脱的可能 但是为了给孩子争取那一丝逃跑的机会 母牛还是毫不犹豫地坦然接受 弱肉强食本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 然而在这个法则之下 我们看到了像母熊水牛这种 为了幼崽的生存宁可牺牲自己的伟大母爱 让我们为之动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